传播学上有个说法叫信息减方 就大部分的实际情况就是 你其实看到的是你平时喜欢看到的信息 尤其今天我们算法时代 我们推给你的可能就是一开始你会喜欢的 所以现在人你发现越来越 也导致社会的撕裂感 就人越来越变得信息单一 我们以为我们在一个所谓的多元的互联网的时代 我们好像眼光更大 不是的 就你可能一开始就你投了特朗普了 你有点喜欢特朗普那种 可能就是一个很粗浅的一个点 他可能这种不可一世的姿态 你这点蛮信任他的 但是你未必喜欢 但是通过你关注他 通过你对比方说他的一些信息的关注 可能越来越多你就开始听到他的信息 越来越多你就跟他发生更深的关联 直到你再也听不到另外一边的声音 而不喜欢特朗普的也一样 他慢慢慢慢的他所有的东西全部是 他就无法思考 为什么还有人会喜欢特朗普 就这两个点就越来越变得不可沟通 所以今天的美国社会就是有这样一个大问题 就是即使哪个人获选了 也很难直接向另外一方 就如果说特朗普下去了 拜登上来了 这对拜登是个挑战 你如何把你的手伸出去 让另外一方的人开始听到你的信息 而不是继续听到特朗普的 尽管我们都知道很有可能 特朗普尽管假设票数上面失败了 他可能仍然会向这些人 我们叫appear to 就是向这些人继续发送信息 然后让他们听他 然后可能引起他不走 对吧 各种各样变数都会引起来 因为这些人会百分之百听他 因为他们跟他形成了一个信息检方 这个就是一个老检的检啊 就是关在里面的 这些人会无条件听他 他不会接受拜登的信息 所以拜登说我们没有红的州 没有蓝的州 我们只有美国的这个就United States 没有什么Blue States 对吧 Red States 但是这些话很漂亮 但是如果对方根本就不听你的呢 你这句话像谁说呢 你听 你只能像那些本来就听你的那些Blue States的人 去说 那仍然无其余事 所以我个人感觉 我们可能今天很多人会觉得 这么一个奇怪的人 还有人喜欢吗 恰恰你可能处在了一个位置 使得你没有去办法去理解 或者分析那些挺他的人 他们是什么逻辑 所以我觉得今天要做政治学 恰恰是 不是去统计谁多人多人少 这个不重要了 不是你的工作 而是去你要有能力切换你的视角 你要主动打破你的检方 而不是现在很多学者 因为学者一般来说 都是会不喜欢特朗普 因为觉得这个人反制 他不讲政治学的规矩 不讲政治传统 所以你用这个方式 你可能自己也不会理解特朗普的现象 到底是怎么回事 要冲出你的 通过不管是学术话语也好 你的这个长语也好 编辑起来一个检方 绕到背后去思考 为什么美国接近半数的人 会无条件地挺特朗普 他在哪些方面打动了他们 任何一个话语 他如果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 我们理解反制也好 胡说八道也好 自我伸张也好 他不可能有力量 他肯定是打到了他们的痛点 使得这些人无条件地会站在他身后 那这才是我们要去分析的 所以我们要走出这样一种 减防的这样一个规制 去研究现象本身